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第十四届全运会 乒乓球项目男子团体的决赛 那么再经过了 今年三月份全运会的 预赛 这次来到延安之后 小组的循环赛 四分之一决赛 半决赛之后 最终今月大战是如约而至 首先呢先为您介绍 今天晚上的一个排名布阵的情况 广东队是主场 北京是客场 那么广东这边 樊振东是担任一号主力 打第一场和第四场 北京的一号主力 是马龙打第二场和第四场 第一场樊振东对王楚清 第二场周启豪对马龙 第三场林高远对延安 第四场樊振东对马龙 第五场周启豪对王楚清 好 双方第一盘比赛马上开始 画面上方升穿橙色球衣 的是广东的樊振东 画面下方黑色球衣 北京的王楚清 其实团体比赛当中 双方的较量 包括如何安排队员的出场顺序 也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 这一点也是需要考验 双方教练员的智慧 毕竟这个队位的顺序 一旦是做好了 后面的团体比赛当中 是不可以改变的 而且某种的运动上也可能会决定整个团体比赛胜负 好 当时现在北京队的主教练场外的张磊也就是夺冠的男团成员 那么广东队上一次男团夺冠也是在97年的第八届拳运会当中 漂亮 黄主军率先撕出了一个凡正能正手大角度 凡正能反拉直线 团体比赛当中头阵是最不好打的 一定需要为队伍先拔得头筹打出气势 所以一旦上来的压力一般会很大 连续撕了两个正手大角凡正能都保护住了 2比4 2比4 控制台内球之后凡正能抢攻得分 进发整领到中路 站起来 来 走 来 来 盘主卿加油 加油 加油 来 来 来 好 王主卿反手的一个上手得分 第一局的开局 双方目前是打成6比3 从两个人的打法特点上来讲 王主卿是属于反手非常的好 而且速度好 衔接好 出手很果敢 很自信 经常会有一些灵感球的出现 那樊正东呢 更多的是打实力球 正反手 两面进攻的能力很强 这几年呢 也是球越来越细腻 越来越丰富 但是从大赛的经验上来讲 王主卿是在团体比赛 这种关键场次出战的经验 但是 樊正东在世界比赛当中 团体经验会比王主卿要更多一些 毕竟年龄上也是要长三岁 诺了 喊动蛋 ог吻很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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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 free.can change it. don't love you 开击场 两个人相持 九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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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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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这球是王主星率先上手 樊振东快带了 围了一个大角度 将第一局是十一比四 樊振东先下一局 加油 好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樊振东率先发球 右边的是张磊指导 左边的是官亮指导 官亮指导也是王主星在北京队时候的主管教练 这边是王主星 他在前面的下方 是王主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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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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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第三局的开局阶段 感觉王守卿稍微打开了一些 这球是回到了樊振东的中路 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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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滚了一个死亡 基本上没有可能接回去 这个滚旺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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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反手还是非常先进 无论是这种进台的拧拉拧冲 还是这种快丝 出手质量都很高 而且速度衔接也很快 好球 三十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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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好球 上一局也是吃了一个 北京队要了暂停 好 暂停回来之后 现在是双方第三局 4比5 樊振东落后一分 直接开场球 漂亮 这个也是防守当中被动转主动的一分 中台反手的反拉 前面是王鼠钦的发动 反手的快丝两个大脚 反手摁直线之后 樊振东中台反手反拉得分 好球 对 好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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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拉 这球也是算住了 买到王楚清的正手小三角 王楚清上手之后 樊正东侧身反拉 这球樊正东已经是提前启动了 你算好了的一分 六比六 对面整个东 6比7 控制台内球 手感真的是太好了 这个球其实王水清摆的已经是很不错了 刚刚出台的一个球 我们再看一下 摆到凡手小三角 紧接着摆一个半出台 凡人东是拉了一个超低空弧线的正手大角度 第三局双方现在打到7比7 有一点着急了 今天所有王水清的反手四大角 凡人东基本上都是反拉回来的 也是说明王水清的出手还是需要考虑落点 以前两个人在队内打 可能这个是他的一个得分套路 得分手段 但是今天凡人东都是提前到位准备好了 9比7 凡人东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 9比5 3比8 5比6 9比5 5比5 3比6 5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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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比5 5比5 和男人中的决赛当中 广东1比0北京 马龙也是退出了全英会男单比赛的争夺 这是为了专心的备战男团和男双两个项目 好 第二盘 广东对北京的较量开始 今天第二盘比赛 作为周启豪来说 肯定会是去拼着马龙打 周启豪应该也是没有太多的包袱 所以在中国乒乓球队当中 男单的一号 女单的一号 往往是最难受的一个位置 因为所有的队员都会以你为目标 研究你 针对你 冲击你 所以这场比赛 想必马龙也是要做好充分困难的准备 直接开场球 给到中路 周启豪反马得分 周启豪这名运动员身体素质非常的好 爆发力很强 而且跑动能力强 所以他的正手特别好 打球比较的神经刀状态好的时候 谁都挡不住 但是状态不好 他好像其实前面几场起伏也还是比较荡人的 反手爆冲一把过 对了 超级的地方 超级的地方 第一局的开局 周启豪5比2领先 这球是打到马龙板边了 应该是磕碎了 2比5 28高抛 白短之后周启豪都上手了 反射能不能失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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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油 今天第一局的开局 周启豪打得很凶 都是去驳着打 当然在凶的同时 可能这种稳定性 就不能那么保证 马龙连追三分 追到5比5 开几场 出来了 出来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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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把你旋转 大龙摆了一个半出台 他说些好巧拉失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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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比8 乒乓球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 经常会去摸球台的 小三角的地方 其实很多观众都问过 为什么比赛前要去摸一摸球台 其实是因为手上有汗 打球的时候手上有汗 如果摸球的话 这个球也会很潮 所以运动员一般都会习惯的去摸一摸球台 擦一擦手上的汗 不然这个拍子的拍屏 也会有一点潮有一点湿 7比8 大王 7比8 开了一个机场 周琪豪直接吃发球了 张马龙是追到了8比8 4比4 这输入有一些负 八球抢弓 这个球真的是一个神来之笔 其实这个球马龙算是吃发球了 摆了一个半高 周启豪发力 马龙是后退当中防守 抽了一个擦边球 这马龙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反拉 这11比8 马龙是拿下第一局 目前大比分 1比0领先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方面下方广东选手周启豪 帅先发球 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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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裁下UN 加油 加油 und 加油 开极场 反手相持 做起好转侧身和正者失误了 发球抢攻 广东队这边要了暂停 马龙继续扩大比分领先优势 6比1 小伙优独播剧场 马龙继续扩大比分领先优势 周七豪都没有占到便宜 这个时候延安也从热身场地已经回来了 待会第三盘将在林高远和延安之间聚行 帮我别了 中文字幕续扩大比分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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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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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马龙继续拿到第二盘比赛的盘点 11比3 11比3 3比0 马龙战胜周启豪 为北京队翻过一分 那么在今天晚上的男团决赛当中 广东队北京 目前是打成1比1 接下来是第三盘 也就是三单对三单的较量 广东队是派出了林高远 北京队是派出了延安 双方第三盘 这一分对于两个队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分 谁能够先抢下这一分 在大比分颤 形成2比1 那么第四盘 一单对一单的较量 就有了更多的底气 开场之后的第二分 林高远打了一个高球 也是引起了现场的欢呼 谢谢大家 难道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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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发球抢功 开局林高远发动得很快 对自己这种气势和自信的调动也比较充分 每赢一分都是寒起来 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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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比1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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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2 这几分其实双方的回合不多 就是打前三本 八球接他球 连续进攻 双方新成队拉 9比2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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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冠军林高远 主要他的打法特点更加是以速度为主 反正手非常的突出 衔接很流畅 远安的正手连续进攻 真的每一分都是拳拳倒肉 今天大家一上来没有什么试探的过程 10比4 林高远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战11比4 林高远先胜第一局 目前在双方第三盘的较量当中 林高远和延安是打成2比1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现在延安一直破不了林高远的这个发球 发到正手短之后 林高远是全台上手 林高远 撞 掌声冲直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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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反手的加速快刺 8比6 加油 还是这一阶段 林高远的正手出了一些问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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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差依旧是2分 7比9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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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旋转 反手上手 这手出键 让延安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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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比8 延安发球 还是通极场 但这个球林高远准备到了 刚才在林高远再追一分 来到十比九 延安这个时候也没有暂停了 林高远是拧了一个高调 加转的高调 结果延安反手的反拉失误 这林高远是连追三分 追到十比十 这球其实林高远是加足了保险 但是球很转 弹跳起来也蹦得很高 反而让延安有些不舒服 十比十 林高远连追四分 现在第四局比分反超 十一比十 也拿到了第三盘的盘点 投场球直接 唯一的大角度 战略高远是三比一 战胜了延安 也是为广东队拿下第二分 目前在这场比赛当中 广东队是二比一领先 接下来 第四盘的巅峰对决 一触即发 第一局画面下方的广东选手 樊振东率先发球 我相信这场比赛呢 无论是樊振东还是马龙 两个人都会是毫无保留 上来的第一分 就开始拼尽全力 充分的发挥 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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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一盘和第二盘的比赛来看 今天晚上其实马龙和樊振东 两个人的感觉都非常好 双人的第一场比赛都是比较大的优势 获胜 双人的第一场比赛都是比较大的优势 你把他直接抢攻 好 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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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其实有点发出台了 马尔龙侧身抢拉没有拉上 仗第一局的开局 凡震东5比1领先 反手相持 众手穿拳线 6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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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笔底线 反拉 6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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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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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比4 6比3 6比1 6比2 6比3 6比5 7比3 7比4 m3 8比4 8比4 7比4 高炮直接开机场 这球反正都想要变线 没有能够变成功 开场球之后马龙直接侧身反拉 这局樊占东的开局发动得很快 一上来打了一个6比1的小高潮 但是现在马龙也是慢慢的进入到比赛状态 追到了7比5 好球 反正这一分也是准备到了马龙的侧身 中路看了回头 团体比赛有的时候打的就是这种气势 打一个凝聚力 他说凡然东的防守逼得很长 接近顶线桌角的位置 也是顶住了马龙 张现在在第一局5比9 连续的塞中路 顶住中路之后马龙侧身反拉 不如先让市场打的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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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马龙率先变线 直接第三板就变了樊振东的直线 再来看一下 第三板变直线之后 看住了斜线 看了一个中路 这个套路打得还是很成功 球算得很细 这样马龙又追了两分 9比7 樊振东中路的逆旋转 发到马龙正手短 10比7 樊振东拿到第一局局点 快批底线 11比7 樊振东是先胜第一局 目前在第四场比赛当中 1比0领先 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当中 由林高远 周启豪 张超组成的广东队 就是逆转了马龙 王楚千领先的北京队夺冠 这一层拳赛会当中 双方的阵容都还是有了变化 其中就是樊振东加盟了广东队 使广东队的整体实力更上一层楼 那么北京队也是新增了徐晨浩 虽然今天在比赛当中没有上场 但是也是弥补了此前的三单的一个博弱环节 在今天晚上的男团决赛争夺也是格外的激烈 在昨天天下降 后面的一层楼 大方的一层楼 应该在这边的就是 禁止宣布的第二个招式 大方的一层楼 应该是共青岛的一层楼 大方的一层楼 大方的一层楼 一直在与酒 一秒 一旋转到中路 快逼顶线 漂亮 这球凡震东是在马龙反手发力准备侧身的时候 直接硬碰硬的抖了一个直线 凡震东对凡手 马龙想要侧身 凡震东变直线 这个也是凡震东的一个招牌得分套路 凡震东变直线 凡震东变直线 凡震东 凡震东 厲害 加油 好 三手得三跳出界 5比2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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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在前三盘比赛当中 目前广东是2比1领先 现在是双方的第四盘 一单对一单的较量 也是两位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之间的较量 这场比赛当中 目前韩晨东是1比0领先 双方的第二局5比5 第一盘樊震冬是3比0战胜了王楚清 第二盘马龙是3比0战胜了周启豪 为北京队颁回一分 在关键的第三盘 三单对三单的较量当中 林高远是3比1战胜了延安 所以目前广东是2比1 大比分领先 曼仁东和马龙的这场比赛 也是今天南团决赛的焦点之战 这是双方的巅峰对决 现在第二局的中局阶段 非常的胶着 两个人是紧要比分 5比6 5比6 调打 反正能坑回头 4比6 来大利亚 sea 都 谢谢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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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丢名之后 马龙现在是连得2分 8比6 你旋转 上手 现在反手相识当中 马龙不发力了 都是轻力量的举着梵振东 所以梵振东有一些 借不上力 这个球打着有些别扭 马龙也是向后退了半步 放慢了节奏 回摆 追回1分9比7 追回1分9比7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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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0比7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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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反手左半台的消耻 反手反手主动发力 追到霸里石 反手上手 战时一抵法 马龙翻过一局 双方在前两局 打成1比1 打成1比0 第二局的比赛 其实双方在6平之前 一直是一个势胸力敌的脚脸 打成平手 6平之后主要是有几分 樊正东反手的无谓失误 一下子拉到了9比6 最后是11比8 马龙翻回一局 接下来是双方第三局 两个现在真的就是比谁能够比对手更多一百 这球其实凡人都摆得出台了 但是防的这下很精彩 不过马龙的准备也很充分 又是衔接了一个反手的大角度 这是马龙算的一个得分套路 也是马龙常用的一个得分手段 就是发完球之后 对手拧起来 马龙側身反拉 还是反手相持 马龙现在主动的加速加力 反手打得更加强硬 他往1比3 他往1比3 你旋转 你旋转 4比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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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4比2 还是劈长 这球马龙反手是谢力的抹了一板 有一个克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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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猫接发球摆到马龙正手小三角 马龙扶正手抢冲得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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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穿越的直线 链诸锺泉 控名村 加油 轻费 热健 加油 赶紧 热健 一旋转发到正手短球 抢弓 这球落点很清楚 冲到了马轮的中路 这局也是双方整场比赛 对抗的一个关键局 高炮开几场 侧身抢拉 好球 6.5 今天凡震东对马龙的侧身 反拉的这一板 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 从第一局开始 很多这样的球 中路偏正手 都是准备好了快带斜线 凡震东在2比6落后的情况下 现在是连锥3分 北京队要了暂停 暂停回来之后是6比5 马龙还领先1分 凡震东是在2比6落后的情况下 已经是连锥3分 好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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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乒乓球比赛当中的一场比赛 包括团体当中每一盘比赛只有一次的暂停的机会 所以都会用在很关键的比分段上 还是逆旋转中路短球 白手上手 这球马龙反思 失误 反正都还是紧要比分6比7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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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局的中局 两个人打得是相当焦灼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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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又是堵了一个枪鸟 马龙的比赛当中呢 是会很多主动使用正手的战术 两个人真的也是打了非常多次了 所以凡仁东对马龙的侧身也是有所预判 刚好是看了直线的回头 这样的是追到了7比7 两人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8比7 还是侧身反辣 这是马龙最有效的得分手段 反手开长球 凡仁东拧起来之后马龙侧身反浪 7平之后的这两个发球 这一个轮次 马龙是把握住了连得两分 现在是来到凡仁东的发球轮 一般乒乓球比赛里我们讲算球 就是自己发球得两分 对手发球争取博调一分 反手多拍的相持 马龙拿到第三局的局点 马龙加油 以旋转回摆控制台内 将11比7 马龙拿下第三局 目前大离分 2比1领先 接下来是第四局 方面下方 北京队马龙率先发球 看完 0比0 收到哪里 继续继续 连续两个都是反正能反手的失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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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摆 反正能上手 转正手进攻 继续 第四局的开局阶段 樊振东也是重新发动 加油 加油 2-2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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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赛当中是打经验 也是打气势 这时候就看谁的那口气能够顶得更长 顶得更足 今天谁的取胜欲望更强烈 凯极长 又是反手相持 这两个相持当中反手有一点发死力 所以出现了无谓失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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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反手对反手 两个人真的是互不相让 就是要在左半台的这条线上分个高下 前三板上这种发球接发球马龙还是算得很细 4比4 谁都不肯轻易向对方低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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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抛翻手小三脚 1比5 反过来的主教练赵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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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三脚龙拧的弧线比较高 球速也有点慢 所以马龙是直接侧身反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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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局的开局阶段 两个人是大成5比5 平风缺色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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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看中局阶段有没有谁能够率先的扩大比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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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檬东队这边要了暂停 门东队这边要了暂停 然后又是堵了直线的回头 今天其实凡盛东有很多这种借力的灵巧球 追到6比6 两个人还是在一局的前半局 前十二分 达成平手 高炮开场球 比5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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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王 7比6 中路短球 迎起来两个人对反手 请 浩王 气比心 中路短球 白柔上手 这个比分段 现场的这个氛围啊 包括场上的氛围 是非常的窒息的 发球之前的这几秒 现场鸦雀无声 也是关键的比分段 8比7 碰短半出台 来侧切 上手 推直线 第一轮 凡志东再得一分 这一个轮子是把握住了自己的发球轮 9比7 现在是来到马龙的发球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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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发球 还是高抛 中路短球 正手抢钩中路 马龙追回一分 8比9 那时候考验的就是两位选手 关键局的关键分 这个关键球的能力 看谁能够更少犯错误 特恤猿 六加油 三郳 让他进去 二郎 让他进去 三郎 被删 还是反手的相持 左半台 谁都不轻易的变线 最后是马文在相识当中 先加速加力 追到了9比9 这一分两名都还是挺谨慎 都是在左半台中路反手 中路反手变换落点 最后是马文率先 发力 准备转侧身 现在是来到了第四局 9比9 接下来的这一分就价值千金了 看看是出局点 还是出第四盘的盘点 樊振东握有发球权 马龙泄力的抹了一板 这个球侧拳过来 一个直线 突然的变节奏 马龙拿到第四盘的盘点 我们再欣赏一下 反手的抢攻 马龙泄力某直线 这是完全靠手腕上灵活的变化 9比10 正手短球 这个应该是马龙泄力的一个机会球 特身的一个泛高 出丢了 这样反正都是追到了10比10 比赛悬念继续 第四局双方一直是纠缠着比分 互相交替上升 现在是打到了10比10 一个擦网球 是拨动了大家的心弦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表现出来对抗的激烈程度 还有技术水平的丰富程度 也是对得起大家的期待 全运会上的一次轮抗大战 反正都接发球 直接拧直线 这个球双方还是互相都在算 马龙算的还是 发完球之后侧身反拉 反正都打了一个反心理 这球是拧了正手的大角度 也是大心脏 张帆战东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11比10 马龙抢攻 还是反手相持 张帆战东是12比10 翻过一局 双方在第四盘前四局 打成了2比2 现场的观众都费头了 因为这样的话 双方的第五局比赛马上开始 画面下方红色球衣的广东选手 樊振东率先发球 打成了2比4 3比4 打成了2比4 4 保抢 س绝了 4比5 4比4 4比4 5 4比7 给到中路 凡人东正手率先上手 马龙跑动当中反拉得分 当跑动当中凡人东脚下还是滑了一下 哎呦 马龙的发球当中还是有很多长短的变化 因为凡志农接发球的注意力主要是在进他 有的时候发长球会顶住他 但是刚刚的这个擦网呢 多少也是有点暴露了马龙的发球意图 汉王二比零 还是开场球 二比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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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gentlich 加油 加油 反手相持 也15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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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e 重量 牵手再到中路 这球马龙还是给了樊振东落点上的变化 2比3 3比4 写明 1比4 3 二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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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比三比三 二比三 二比三 二比三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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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比三 二比三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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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比三比三нем 反手是一个主旋律 现在就是看 马龙能不能够率先侧身 用正手解决问题 还是在反手相识当中 反正能够反手变出这条直线 从马龙的正手大脚去突破 两个人就看谁敢变 而且谁能够变得成功 现场还是有一些干扰 5比8 出台 但是樊振东翻了一个回头 这个防守有一点下意识的 马龙是刚好撑在樊振东手上 这样樊振东是追到了8比6 跟他缩小到2分 还是从马龙的正手大脚步去突破 2比6 3比6 5比6 9比6 这球相当于吃了 接了一个半高 战马龙是10比6 拿到第四盘比赛的盘点 10比4 回百 凡城东上手 扁值线违回到凡手 10比4 三人龙追回一分 马龙的第二个盘点 正手短球 本人龙率先上手 追回两分 十比八 接下来是马龙的第三个盘点 凯震东第一板轻举了一板之后 变了个节奏 下一板是发力 很果断 现在六比十落后的情况 凯震东是连追三分 已经是追到十比九 第一板是简历的一个短落点 紧接着反手发力 重复落点的大角度出手 也是打出了节奏的变化 前后的变化 十比九的关键分了 马龙的第四个盘点 摆到正手短 凡震东 最后这球有一点夸王 凡震东大心脏了 六比十落后的情况下 面对马龙的四个盘点 凡震东追到了十比十 太精彩了 这一场球 这真的是当今世界男子听盘 最高水平之间的强强对话 两人在决胜局 现在是打到了十比十 回白 我们上手出界 由于马龙再次拿到盘点 十一比十 看看谁最后的这一口气 撑得更长一些 谁在最后的关键分上 能够不犯错误 十一比十 马龙发球 中路短球 凡震东率先上手 马龙加力 凡震东又是兄弟直线 关键分上依靠自己的招牌得分手段 张超一直在喊不要保 不要保 要相信自己 这时候就是看两个人谁更相信自己 谁更敢出手 谁能够更主动 这一下变得太坚决了 张超指着自己的胸口 一直说相信自己 十一比十一 两人的对决继续 有些擦网 凡震东 白手率先发力 这样广东队是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也是金牌点 现在是考验 马龙的时刻了 刚刚凡震东是挽救了五个盘点 现在看看马龙面对赛点 金牌点的时候 能够怎么去发挥 接发球 凡震东 拧刀马龙的正手大角度 这样三比二 转了第一次团比赛 那么广东队从而也是三比一 战胜了北京队 获得了本届全运会 男主团体的金牌 好了 观众朋友呢 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